一群机车往前直行 谁能想到就在这时 人行道旁 一棵露树突然断开倒下 大树凌空而下 折断的树干不偏不倚 砸中一辆机车车尾 骑士当场被撂倒 往前喷飞 重摔翻滚倒地 另一个角度看过来 当时无风无雨 露树却突然从底部 硬身折断 砸到路中间 这一段竟然酿成死亡悲剧 地上流满血机 骑士安全帽喷飞 摔车后立刻陷入昏迷 失去呼吸心跳 民众停到巨响 立刻冲出同胞救护车 轰一声啊 有一次发生车祸 后来才看说 很像冲到喷过去 回忆事故发生 台北中山北路一段上 周三中午将近十二点 六十七岁退休的 游览车驾驶林姓男子 从新店骑车到中山区 相约亲戚一起普渡拜拜 谁能想到只差六分钟 就要抵达 就被长十公尺的路数 砸个正着 头部受到重创 送医抢救不治 后方骑士紧急刹车 惊陷逃过一劫 而陆树倒下前 根本没任何迹象 家属接到恶号 简直难以相信 没有护卫金 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爸爸寻查了 拜托 在外观没有异常 不过它内部 是有一个腐朽的状况 家属难以接受 将提告公园处过失致死 公园处表示歉意 将会积极协助申请 公共意外赔偿险 最高六百万 并加强检讨陆树 巡查维护 没想到时隔几小时 下午四点多 台北大安六张离捷运站外 又发生陆树掉落 一名三十岁女子 走在人行道上 当场被砸中 索性意识清醒送医治疗 陆树伤人意外一天两起 相关单位 势必得提出检讨作为 居然叶维林泛雅 且要在台北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 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